DG比赛开始 双方上来依然是纯泰式的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 哦漂亮 泰式的一个半摔 一扫半摔 好 药培亚的前腿的中扫 可以看得出来泰国选手其实打得很轻松 对那我们从这个动作以及对整个这个报价 以及对这个泰国选手出动的时候 这个防守能力来看 和赛的纯泰纯的这个技术 也相当不弱 泰国选手打的是相当自信 而且和赛呢 是WPMF的世界冠军至Max Muay Thai的肩带拥有者 所以我们在泰国其实很多这种来自欧美啊 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的这个选手在练习泰拳 而且很多打得特别漂亮的就是非泰国籍的一些选手 而且药培亚呢 他曾经获得过伦批尼超次中量级级别的冠军 我们都知道伦批尼算是泰国最高级别的 电堂级的这么一种全场 这么一个全场 所以能够我们讲一个泰拳手能够打进伦批尼 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能够在伦批尼获得冠军 以及不错的这种名次的话 成绩的话我觉得是对他的本身泰拳实力的一种认可 不仅仅是伦批尼的这个级别的冠军 哇 KO了 我们看一下说的太快了太快了 我们根本就等一下我们看漫放 药培亚呢也是WVC的泰拳超次中量级别的冠军 所以我们说这个泰拳比赛真的是看似平平淡淡 确实是凶险异常 对 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看慢放 动作慢放 这是一个左右直拳之后一个前腿高扫 直接击中之后 我觉得造成这个KO的还是 这个来自于药培亚的一个后手的重拳 我们说泰式重击 泰式重击 不出手折翼 一出手就是致命 好的 各位 本场比赛毋庸置疑 本场比赛的结果 好的 各位 本场比赛毋庸置疑 本场比赛的结果 红方 第一局 两分十秒 KO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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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